无死者有遗养 文忠子及华中 会对他们如此重视呢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前文教授 解读三字经 必须自己 三字经告诉我们 读书求学必须遵守次第 要先通读儒家的经典之后 方可涉猎诸子百家的内容 接下来 三字经就向我们推荐了 诸子中五位重要的人物 他们分别是 荀子 杨雄 文忠子 老子和庄子 诸子百家人物众多 各派各家自相分成 三字经的作者 为什么只向我们推荐了这五位呢 而在这五位当中 我们后世对于杨雄和文忠子的了解 可以说是知之甚少 那么 他们的主要学术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三字经的作者会对他们如此重视 他们的思想对于后世 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前文忠教授 解读三字经第十四集 三字经 他推荐给我们五五子 就是在诸子当中 他认为有五个人是比较重要的 哪五子呢 五子者有寻扬文忠子及老庄 寻子 还有一位杨子 这个杨呢 历来有两种写法 到现在也不知道以哪个为确切 一个是木一杨 一个是提手一杨 那么这是指杨雄 我们都知道 文忠子又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 当然不是我 他那个忠跟我那忠不一样 吉老庄 那就是老子和庄子 三字经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五子呢 最好的办法 是给大家把这五个子一一做个介绍 大家来看看他们特别在哪里 为什么他们能得到三字经的作者的青睐 寻当然就是寻子 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头等重要的思想家 很多学者认为 他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使 他的名字叫旷 寻旷 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教育家 文学家 当时的人尊称他为寻亲 后来也有写作孙亲的 孙子的孙 为什么呢 因为避讳 中国古代要避讳 比如中国古代像作为我这做儿子的 是绝对不能提到父亲的名字 我这做儿子的是绝对不能提到母亲的名字 这要避讳 做学生的不能提老师的名字 现在都胡扯了 比如像我的儿子直呼我名字的 这也很正常 你还得夸他 正出名啊 实际上在过去是不可以的 在古人最讲究的时候 比如咱们两个人是朋友 狠谈得来 有一次坐下聊天 你突然提到一个跟我的长辈 不仅是我父亲啊 可能我叔叔我拜拜我爷爷我叔祖父 他们名字当中的一个同音字的话 我几种办法 一种办法把你赶出去 再好我也得把你赶出去 第二种办法我啊大哭 表示我悲痛 还有一种办法 什么呢 从此和你绝交 在中国古代 甚至有的人 因为名字叫静 前静的静 干静的静 静朝的静 他就一辈子不考静事 因为他父亲名字 或者爷爷名字当中有静 他要避会 这个规矩是极言的 所以为了避汉宣帝的会 在那以后 寻亲也被人写作孙亲 因为孙和寻这两个字古代是很近的 这是一门古代非常重要的避会学 今天咱们已经不太讲究了 今天咱们讲究的避会是有些字不能说 比如死最好不要说 这不是避会的经意 过去避会是有一套规矩的 寻旷一生 到过很多地方 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这我们提到过 他蒙下出色的地址很多 晚年到了楚国 历史上很有名的村生君黄歇 就任命他担任过蓝陵令 蓝陵在哪里 今天山东的昌山 他担任过这么一届官的 担任过这么一届官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不当官了 就在家写书 最后去世在 死后葬在蓝陵 站在今天三公斤内 寻旨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 又一位儒家的大师级人物 可是寻旨的两位学生 韩非和李斯 却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儒法两家的学说完全不同 为什么身为儒家的寻旨 却教出了两位访家的学生 那寻旨最主要的学说是什么 他的思想究竟给后世带来怎样的影响 寻旨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政治上 他主张理智和法治并用 这就是他和他的学生产生的区别 李斯寒非基本上就是讲法治的 而荀子还没有那么极端 他还是强调理的 重视王道 提倡理义 同时主张 法后王 儒家的学说基本上主张法先王 过去的王 姚顺虞 了不起 文武 周公 了不起 儒家的学说是想 我要学习过去的先王 当今的王 都不怎么样 但是荀子提出法后王 以前这些君主离我们太远了 以前这些君主也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好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 来重视后面的这些王 这个学说是开了法家的先河的 他赞成用武力兼并天下 用法径 行赏来治理国家 这就决定了 他是法家的一脉 这也就决定了 他为什么那么多弟子里头 著名的人物都是法家 荀子最重要的 就是在人性问题上 他提出了性恶之说 他公开讲 人性是恶的 其善者为一业 人性善是装出来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人性本来是恶的 但是他之所以善 是因为后天改造的结果 后天学习的结果 动不动你又要恶的 你如果放松学习 如果不重视学习 你的人性越要恶 靠不住的 正因为如此 荀子非常强调 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在先秦诸子当中 荀子对教育的提倡 对教育的重视 对教师地位的重视 荀子把他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荀子虽然是儒家之继承人 但他并没有盲目的将荀家学说全盘接受 反之 荀子将儒家学书融会贯通加以发挥 提出了性恶论 荀子认为 人的善良是后天教育的能力 如果不用礼法去约束 人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善 那么荀子在教育方面都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而这些古老的文字对于我们现代人 拥有着怎样的启发呢 在这里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 荀子的劝学篇 劝学篇开宗民意告诉大家 学不可以疑 就是说学习必须持之以恒 不可中断 他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讲这个道理 轻取之于难而轻于难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这就是轻出于难而胜于难的最终的来源 典故就在这里 荀子认为学习必须勤奋 不急不躁 持之以恒 他又用一个比喻 所以荀子这部书是很好读的 当然我说的好读也是相对的 他毕竟是古籍 比如这一段 银无杂牙之力 筋骨之强 丧是哀徒下隐王权 用心一眼 谢六贵而傲 非蛇善之血 无可寄托者 用心照也 什么意思呢 蚯蚓 蚯蚓又没有爪牙的了 蚯蚓就这么一条 但是蚯蚓居然可以什么 上食黄土 下饮黄泉 蚯蚓是在地下打洞 他出来吃吃土 下面喝点水 他又没有爪牙 又没有筋骨之强 蚯蚓连骨头都没有 这蚯蚓看来 蚯蚓没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呢 用心一眼 因为蚯蚓比较死心眼 钻心自治这样 往上钻往下钻 蚯六贵而傲 蚯当然 旁边有这个腿 蚯到底是不是六条腿 我也没数过 应该八条 有两个傲 有两个大儿子 那么蚯蚓少数两条 那么有这样一些东西 但是 废蛇善之血无可寄托者 螃蟹只能住在蛇住过的洞里边 螃蟹自己不会打洞的 为什么呢 用心造也 因为这个螃蟹都比较 比较造 螃蟹不像蚯蚓那样 比较死心眼 所以螃蟹它不打洞 它找一个蛇的洞 往那一待就行了 这就强调学习必须埋头苦干 发挥蚯蚓精神 可以上尸黄土 下尹黄泉 为什么 用心一眼 所以 荀子通过劝学篇告诉我们 只有重视学习 持之以恒 专心自治的学习 只有重视每一天的积累 不能稍有松懈 人才会慢慢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才会最终成为一个君子 我想 这也正是三字经的作者特别强调荀子的原因所在 要用的就是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 这一篇既是按照儒家的标准 它也是有意而无害的 所以我再三强调读古书 甚至包括像读三字经那样 好像很初步 好像很浅的古籍 也得用心思量 不能把任何一个字 包括它的顺序 轻易地放过去 假如说大家对荀子多少还有点了解的话 那么羊熊恐怕就不是非专业的朋友们所能熟悉的 三字经中所提到的羊熊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既然他在诸子中有着如此之高的地位 那就为什么后世对他却知之甚少呢 历史上关于羊熊又留下了哪些记载呢 这个羊熊肯定没有那个羊熊有名 水浒里边的并观索羊熊 并观索羊熊只要看过水浒都知道 在民间应该是不说家喻户晓吗 也是知之甚多 这个羊熊肯定抵不过水浒里的羊熊 这也证明一个事实 就是真实的历史 要和小说去争夺普及性的话 是注定要失败的 是赢不过小说的 其实三字经里讲的这个羊熊 可真不是一个无名小竹 这个羊熊在汉书里边是有赚的 能够在正史里边有赚的人 能是一般人吗 毫无疑问不是的 羊熊 西汉 属郡 成都人 西汉后期 哲学家 文学家 语言学家 羊熊认为 经莫达于义 传 莫达于论语 经里边最大就是周易 传 论语还是在那个时候被看作传的一种 因为传语还是孔子 或者他萌生 编辑而成的一部书 传里头论语最大 所以他模仿周易 写了一部书 叫泰玄 那可是真玄这部书 叫泰玄 又模仿论语写了一部书 叫法言 尽管今天羊熊不是那么多人去知道 可在当时羊熊可是得到过很高评价 司马光曾经将杨子的著作 和孟子寻子加以比较 司马光的结论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司马光讲 孟子之文执而写 寻子之文富而立 杨子之文简而傲 孟子的文字 直白 但是比较显露 直而显 寻子之文富而立 寻子的文字非常的富战 非常的华丽 杨子的文字 简而傲 简明 但是深傲 在司马光的眼里 杨熊比起这个来 还要深傲一点了 这是司马光对他的评价 司马光是何等人物 什么眼界 这当然可以证明 杨熊起码到宋朝 都是地位很高很高的 那么大家也许会问 为什么在宋朝地位那么高的一个人 到现在怎么就变得好像一般人都不太知道他 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攻击他的人也不是没有 而且攻击他的人 有的人的地位也很高 给杨熊致命一级的是朱熙 朱老父子 他在通建纲目里边 用了六个字 宣判了杨熊的死刑 哪六个字 在杨熊死的那一年 朱熙敲下去这六个字 杨熊说你是王莽的大夫 那就把你人品给否掉 因为王莽是什么人呢 新朝以外戚篡夺汉朝天下的人物 王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正面人物 虽然对他的评价有分歧 但基本是负面的 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时候 曾经找了全国好多大学者 希望他能够支持自己 前面讲过的张太阎破口大骂 根本不支持 袁世凯还找了一个人 找了谁呢 王湘一先生 齐白石的老师 湖南的一位大卢 这位老人家被袁世凯是怜逼带红 哄到了北京 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不愿意跟你袁世凯合作 他一合作被世代夫骂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毫无地位 但是如果不合作他又不像张太炎那么倔 登门来骂 他又做不出来 他怎么干的大家知道吗 他坐着车 搭着一个 他晚年一直跟一个老的女佣人在一起 关系很好 他搭着这个佣人 来到了新华门这边 他擦擦眼睛看 哎呀 怎么是新莽门 王莽的嘛 新莽 王莽的朝叫新朝 他用他假装眼花 就把袁世凯的 本质一下给激怒了 你窃国大盗嘛 你想窃取中华民国的果实吗 当时 你想恢复地质嘛 袁世凯一听 这老头厉害 他老花眼 你又不能说他什么 你总不能把他关起来啊 但是他的态度昭示天下 我认为你袁世凯是新莽 所以朱熹在这里 用莽大辅杨凶事 用这种春秋笔法 一字之扁 焉于辅月啊 我们讲过春秋笔法的 一字之包容于滑滚 一字之扁 焉于辅月啊 这一斧子把杨凶给砍死 但是 历史上的杨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了解 正所谓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宋朝的朱老夫子就认定了 杨凶和王莽 沆瀣一气 彻底否定了杨凶的人品 然而司马光却对杨凶赞赏荣家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 对于杨凶这个人物 包贬不一 在真实的历史中 杨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凶从小勤奋好学 精通易经 精通老子 善于写父 那就是文笔非常好 年轻的时候啊 他非常仰慕去员 非常仰慕司马相儒 他曾经以司马相儒的父为本 写了好多华丽的词符 词早非常华丽 这些作品传到了汉朝的首都 就被汉成帝看中了 哎呀 有那么好文笔的人 就招来当那个官 那么在当官的时候 恰好与王莽是同时 王莽那时候也在当官 他们两个人曾经同朝为官 王莽篡权以后 建立新朝以后 杨凶依然在当官 但是实际上啊 杨凶并不是一个趋炎富士 同流合乌之人 他不是的 他倒是甘于寂寞 不穿于朝政 天天在天路阁上啊 读书 教书 天路阁是汉朝长书的一个地方 自己呢 埋头写书 那么为什么朱熙还要这么说他呢 为什么朱熙还要称他为莽大夫杨凶 而且是用那种 这样的一种严厉的笔触 来在历史下给他下定论呢 杨凶的命实在是悲 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 但是没有摆脱这种厄运 洗不尽他跟王莽的干系 怎么回事呢 刘兴的儿子 也是汉朝的一个大学者 刘兴跟杨凶也是同朝为官的 刘兴的儿子 为了讨好王莽 就伪造了一道抚命 什么叫抚命呢 中国古代 比如我要拍马屁 我发现这个人将来可能要当皇帝 或者当大官的 我就伪造一样东西 伪造一样什么东西呢 老天传下来的东西 上面说 你比较有用 你将来能当大官 什么例子可以举 苍天当死 皇天当立 大家还记得吗 黄金军起义时候 民间在流传的这种东西 这就叫抚命 李志成起兵的时候 旁边有个人叫宋仙册 旁边也有些读书人 不一定宋仙册了 就说十八子主神器 他也不知道哪 突然找到一个抚命 说古代有这个说法 十八子是李吗 李不是十八子吗 主神器 你就掌握了最高的位置 李志成也很高兴 觉得自己要当皇帝 刘兴的儿子就编了这么一个东西 敬献给王莽 哪知道王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伪君子 他那个时候还没准备好当皇帝了 还在那哲学部东党党西党党呢 你唐安皇子把一个抚命敬献给他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所以往往大怒 刘兴的儿子呢 拍马屁拍到马脚上 就被马给撂了一折子 被流放了 抓起来流放了 那么这跟杨雄有什么关系呢 倒霉真是有关系 刘兴的儿子是拜杨雄为师的 是跟杨雄学古文字之学的 这就牵连到了杨雄 这些治狱的官员 这些狱官就到天鹿阁 杨雄不是天天躲在天鹿阁吗 来抓杨雄 杨雄跳阁自杀 哎 没跳死 就那个阁可能也不太高 杨雄可能身手比较矫健 但是一直默默无闻 从今往后 七十一岁死 由于这样一弄 杨雄在中国文化史上 就被快速的遗忘 在宋朝礼学之后 这里边有好多历史的无奈 也有好多传统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我想 其实杨雄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历史上还是应该有他的一些质地 刚刚所介绍的寻子和杨雄 他们的思想 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之上 进行了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从而建立了自己全新的学术思想 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 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看这位文中子又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三字经》的作者会如此重视他呢 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讲到五子中的中间类子 文中子本名王通 他的字叫重焉号文中子 他出生在公元五百八十年 去世在公元六百十七年 请大家记住 活了仅仅三十八年 王通从小啊 家学渊渊 据说他十五岁就开始教学活动 就到十五岁他已经把五经什么都给读完了 读完了以后他已经开始教书了 边教书边学习 十八岁的时候 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 到了十八岁就开始周游天下 辩访名师同道 这个人读书极其刻苦 不解一者六岁 六年时间据说都没有脱过衣服 这个当然可能会有点夸大 因为古人虽然不怎么洗澡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当中 好多老先生认为洗澡是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好多老先生是不怎么洗澡 但是六年不洗澡 这也有点过 但是反正这是说明他极度的勤奋和刻苦 他在隋文帝的人寿三年 也就是公元603年参加科举 成功以后就到了长安 很受隋文帝的赏识 但是这样一个少年才军 他的命运会是什么呢 一般会受到排挤 他也果然受到朝廷大成的排挤 因为这个人才气太大了 大家都觉得这人来了 我还混什么呀 所以他被冷落 后来当过一些很小的官 没什么兴趣 所以早早的辞职回家 在那写书 他写书的志向极高 怎么高 知道吗 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揭续六经 所以他的书的名字 用了九年的时间 写成的书的名字叫什么 叫叙诗 叙书 理论 月经 意战 元经 叫王室六经 写这些书的时候 恐怕也就二十多岁 他的志向就如此之高远 他写书的宗旨 他自己讲 服先人之义 其忠义之心 天下之事 帝王之道 招招呼 我写这六经 是为了遵从先人的经义 服传其忠义之心 探究孔夫子的最深刻的思想 天下的事情 帝王之道 在我这六经里面 招招呼 非常明白 我都给搞清楚了 所以他这个六部书 就叫王室六经 文中史王冲 潜心研究孔子思想 主张振兴如学 虽然年纪轻轻 却词观著书 志向高远 但是这样一位少年才俊 却不幸英年导师 那么他的思想 又是如何得以传承的呢 如此年轻的一位学者 写了六经的同时 他还什么 剧图讲学 学在民间 他就开始招了好多的学生 当时他的名声之大 蒙下弟子之舵 以至于他的蒙下专门有个名字 叫什么 叫河粉蒙下 河 黄河的河 坟 坟河的河 因为他不在今天三西那一带吗 以这两条河来称呼 他的门下 都称为河粉门下 集门弟子 过千人 后来 在唐朝 鼎鼎大名的一些人 都是他的学生 比如魏征 就举一个就够了 魏征是什么人 千古一城 魏征就是这位文宗子的学生 后来辅佐唐太宗 所以后来开了唐朝盛世的 相当多的人 不是一个两个 也不是十个二十个 一批人 就是这位年轻的文宗子的弟子 他希望能够在魏晋动乱 和儒学衰败之际 从政孔学 为儒学在随唐之际的发展 和重新准备了基础 在他死后 弟子 包括当时好多人 称他为什么 智人 至高无上 智人 还有的人 干脆称他为王孔子 所以这么一讲 我们就明白 三字经理强调他是有道理的 尽管他今天名声不大 尽管他今天记得他的人不多 但是他是地位极其重要 他地位的重要 主要反映在成前启后这四个字上 换句话说 他是董忠树 这样为代表的 汉代的大卢 和以二成诸锡 这一类人 为代表的宋代大卢的中间环节 理学当中 好多重要的概念 重要的范畴 好多重要的智学方法 重要的修生方法 就是王通 首唱 当然 可惜的是 王通38岁就娶尸 这么短的生命 就注定了他 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但是换一句话说 谁还能对他有更高的要求呢 就凭借着紧紧的 在人世间短短的38年 这位文中子王通 就奠定了自己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 你能不能发挥更多的 我会想说 我会想说